2019年2月27日 星期三 傍晚4時48分 又在這裏主持談天雪地 今天是禮拜三 今天是下午1時多 我們去到洛杉磯的車管所 是年審母車 小羊今天休息 所以他早就出去辦事 我就在家裡 在家裡喝茶 今天沒有出去 先吃一片麵包 小食這樣吃就好像類似出去喝茶 差不多是一樣的 我突發其想 就認為 早上要自己起床 不如自己沖淡冰茶 然後跟著在冰箱裡 拿些什麼 肉 多碎的 用來煮熟 起不時 尤其是喝茶的 那種吃法一樣 在這裏喝茶 那裏夾些菜吃 夾些肉 夾些菜吃 然後在這裏 就幫大家做這裏 這節目 這裏叫淡天雪地 挺好的 做完之後 跟著又編輯 編輯發佈 都要起碼你 計算時間 都要整個多小時 那你如果在外面喝茶的話 其實喝得差不多 喝一兩個小時茶 這樣 沒什麼兩樣 就是 在自己家裡 這樣 未嘗不可 那又是一種 自如自覺的方式 加自然 我做這些節目 雖然是講業餘而已 但是都是 都有一種 好像類似 真的 上班 對不對 上班 你看到很多電台的 那些 新聞台 或者是 那些廣播電台 上班 上班之後 喝點茶之後 就對著鏡頭 這樣 開咪 今天 時時開講 或者今天 點點點 其實 感覺良好 感覺良好 一樣 所以 有時候 我覺得 做這些節目 真的 非常有意義 我覺得 挺好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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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也差不多 接近五點鐘 也就是說 現在大陸 已經是九點鐘 二十八號 即是星期四 上午八點鐘 嗯 嗯 有上班 很多人 已經在上班 上班的路途中 這樣 嗯 嘖 有沒人 所以 嘖 所以 我每一次 這樣 在這裡 做節目 都會 聯想一下 我們大陸的時間 所以 兩年的時間 我都非常熟悉 大概 有時 我會看這個時間 今天是什麼時間 我就會聯想到大陸是什麼時間 因為我始終是 有一顆中國心 始終是 忘記不到自己的身份 或者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所以 我看這個時間 其實來說 來說 就等於兩個時間 一個北京時間 一個洛杉奇時間 嗯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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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一天 我才拍了 嗯 兩個視頻 這是第三個 昨天星期二 其實我家裡也是拍視頻 昨天我拍的視頻 就是 嗯 每一 就是 因為我 搞衛生 每一件衣服 我就會用相機拍拍 然後遮掛檔案 遮掛檔案 遮掛檔案 然後放在行李箱上 現在放得很好 現在空間 看相位舒服很多 其實我喜歡怎樣呢 喜歡一個 一個住的地方 沒有太多雜物 你會看到一眼看他就是光光鮮絲 而不是跌滿雜物 這個人的心情是不同 所以很多時候有一個家的感覺就是一個比較闊落的地方 空間比較大的地方 你會回來 坐在這裡喝杯茶會舒服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空間越簡單越好 越簡單 因為你出去買東西 買很多東西 你佔中了你的空間 你就覺得我是在雜物房 好像在雜物房裡休息 那一用劑 自然你的心情就不好 所以我們每天都很想把自己調理 心情會比較愉快的感覺 所以要通過你看的東西很順眼 心情會比較不同 我昨天已經收拾了一天時間 為何要收拾那麼久呢 因為你不是單簡單地收拾到這裏 收拾到這裏 收拾到那裏 而是要知道這件物有沒有用 這件物能否用得上 這件物的確是需要到的 那你又要放在那裏 那哪件物是我要用的 平時要用的東西 那我就放在一個地方 即每天我需要噴 我要用得最多的東西是什麼 大家我不說 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我最用得多的就是相機 特別在室內 室內我用的最多就是相機 那我有單反機 我現在拍我這個階段相機 那其實單反機我用的頻率很高 但是它大部 而我又可以用其他能夠細部一點的去取代 那這樣輪著來用 那我就會把這部單反機放好它 放好它 一個月循環這樣用 比如現在我用這部機 我就用一個月時間 這個應該是很休假 那我再拿出那部機去拍 是循環這樣用 在室內 所以我現在把最主要的東西放出來 那些不是經常用到的 但是它的確是要有收藏的價值 那我就放在一邊 那有些東西可能會要去扔 因為你放在這裡 你始終會成為垃圾 因為那些東西本身又不是很值錢的 那些東西就放在一個地方 如果萬一你需要去哪裏 或者什麼 有些東西是需要 直接就不要 那現在你就應該做好這樣的佈局 哪個重要 什麼不重要 那到時候你就會一目了然 那很多時候我跟廣州朋友 我會去掛超市商場 那有時候我看到褲啊 那些衣服啊 那些衣服啊 那有時候我會去買 那但是我昨天看過我自己的衣服 那有的確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那比如這件衣服 我今年就沒有穿過出來 那我都通過發現我也是 那我又穿這些衣服 那這件衣服其實比我所看到的 那是在美國看到的衣服 都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原來呢 其實有時候人的記憶力啊 都是沒有說 每樣都會 都會 那麼第一 那有時候你會健忘的 特別你不用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放久了你就沒有人長 有時候 不是說 不記得 的確你是 你不用到的 的確真的會沒有人長的 這些是很正常的 因為很多人不等洗的東西 你滾在頭上 就沒有那麼好 我現在分得很清 那現在呢 我就是用 和三大 的行李箱 那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這個箱有些什麼 基本上我都 一一清一楚 其實都三寬 有一大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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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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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你出去走 那 你少少提醒自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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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那 就算你 realmente 那 可能會是很大的庭院 深深 那 那那 你們要買財 那 你們 Mission 一個 你自己這裡有好多些雜物室可放放蜆錢 可以當成 giants 那 你買好多東西就放到倉庭戶 其實有時候十年 二十年可能那樣東西都沒有曝光出來 其實就是一些意義價值都沒有 一些意義價值都沒有 不用的東西 當時興奮買回來的東西 不用的東西 其實就是等於沒有價值的東西 例如去年 我覺得 因為用手機看那些視頻 連續劇之類的太細部 我不會買到一個頭影機 頭影兒去看 像漫長一樣 照著牆上顯得好像寬暗幕一樣 好像看電影 挺好看 不太實用 但你隨便看之後 但你真正正正 因為現在這個信息年代來說 你沒有說真的很專注去看一件事 你會噴噴聲 不同的畫面不斷地 所以你是沒有說 那麼多那些連續劇去看 通常都是闊闊地看一看 這裡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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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買回來之後 其實用的真的沒有多大的用處 所以當時你心情很想買的時候 但你要時時刻刻告訴自己 很多東西 夠用就好 做什麼都是夠用就好 就是不要說太過什麼 有時往往你只是 人是受這個環境 受這個視覺的影響 當你看一件物品很漂亮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種美的感覺 然後你就有那種購買的慾望 幸好幾次我都想買多一隻錶 但其實我都想買一隻什麼錶 百多元不是貴的那些東方錶 但我想一下 我如果買了一隻錶之後 那我原先那隻錶 豈不是要放在其他地方 其實我原先那隻錶也蠻好看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歐洲買的 那隻錶很漂亮 但也是我很喜歡戴的那隻錶 那如果你買多一隻錶 那你到時候 你兩隻錶這麼愛惜 那你難以會分薄了 分薄了那個 那個 我的重心 比如說人 這個錶是我的寵物 我是一直疼愛它 那如果我多一隻錶的話 是不是我分了心 那我同時分了心的時候 那你就不知道戴什麼錶好了 戴這個錶 那隻錶 然後獻得 就是重複了 即是重複了 哪怕是很漂亮也好 你都重複了 其實我都是主張 錶是一隻 眼鏡是一隻 或者帽是一隻 衣服的款 是一種款 又是近一點 近一點悶 洗乾淨一點 你就愛惜它 你知道是乾淨就OK 很多東西就是 生活需要一種簡簡單單的 一種生活 而這簡單其實 其實看似簡單 其實就不簡單 因為如果你是 真正正正的 一天換衣服 一兩天換衣服 你會覺得 這件衣服很好價值 我穿完衣服 我就會洗 如果你多的時候 或者你不會洗 因為你打算 我放一星期之後再洗 結果你堆積如生 令你疲憊不堪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 講求 當然我講的是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作為男人的角度去看問題 如果是女士來說 我不會買很多衣服 我是喜歡的 如果你要這樣就不可能 所以 購物就是這樣 所以我聽說 這個世界上最好賺的錢 是一個女人 那麥爾童 因為他們也喜歡購物 那麥爾童喜歡購物 所以 那麥爾童 男人來說 當然 在理智上的消費 其實是對自己一種 很好的一種 鍛鍊 因為真正的理智消費 是一種智慧來的 而不一種簡簡單單的 是為了限錢問題 不是 一個智慧 就好比一個財 一個財務會計 你只要知道財務的支出 以及收支要平衡 你才能夠 將這個 無論一家公司也好 一個家庭的財務 教得非常之有條不亂的話 你會覺得生活很充實 就不會因為任意地揮霍 而去浪費自己 自己那些付出的那種艱苦 所以我們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一種學問 我們 廣東人說一句 懂飲食食 不是亂飲食 是懂得怎樣去生活 懂得怎樣去吃 懂得怎樣去什麼 要講求考究 叫做低消費 高享受 要物有所值 貨幣三家 這些都是我們 一個做人的 一個基本上的 一個宗旨 好了 現在真的聊了那麼多 因為現在我設定相機 通常聊到18分鐘